哈囉大家好我是祥林歡迎繼續回來我們這個SafeTech 大家看喔 那一根凸起來非常非常的多 不過呢他終於是可以這個正常運作在這樣子的高度之下的話 不過那一根凸出來真的有點長喔 我還在想下面是不是應該稍微在弄個什麼東西凸出來 像弄個陽台之類的吧應該看起來就不會這麼怪了 但不管怎麼說他的功能正常了我們的柵欄 也終於是可以好好的上去了是吧 那接下來的問題就只是說看要不要把這些東西給搬過去而已啦 好像也還好我覺得啊 那上一次呢是說我們這邊的話呢我是要經過晚上然後把那個吧 把這個對不對海藍寶石給丟下去喔結果 一個晚上我總共用了兩顆海藍寶石吧 然後一二 一二還有第三桶是不是在這裡 第三桶 還有加上這裡面的一些所以總共有三桶再加這裡面的東西喔 兩顆海藍寶石一個晚上可以升到這一些 那再來我又打怪 晚上一定會生怪的嘛 所以打了怪之後呢 我居然得到了這一個啦 就是這玩意兒看到了沒有 所以他可以吹 欸不好意思嚇到你們嚇到你們了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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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先 不要到處亂跑 什麼玩意兒這還被嚇到的啊嚇到我的我家的這個 鳥 喔果然還是會壞掉的 呵呵呵 我在想他的耐久度是不是應該是有限的 果然沒事我吹個沒幾下就爆掉了 不過反正他對我來講好像也沒什麼用啦 管他那麼多的 好了他們已經 冷靜下來了嘛 冷靜下來就行了 然後我這邊的話是查那個 把那個嘛把箱子升級成這個 鐵箱子的喔 還OK啦 查到了就行了 接下來我們要先把那個吧 就是探測那個新人聚集地的那一個 這一個新灰共測器先把他給弄出來喔 那這邊我們可以知道的是要合 不會吧他不會是 他在一般的工作台就能合成了嗎 不過不管怎麼樣還知道新人夜童嘛對不對 然後還需要這一個是青銅的棒子 青銅棒棒 青銅棒的話呢可以用金屬沖壓機 目前我沒有這玩意兒所以就是拿這個青銅板拿去再敲就可以了 很好 所以我們來敲一下一個青銅棒給他敲出來吧 拿一下我們的槌子這個先塞進去一下 拿一些一個青銅錠出來可以的青銅錠好像也快沒了 不過青銅錠這個東西嘛很簡單啦獲得還不簡單 我要再放一次啦 好可以了終於也出來了 所以這個東西的話我們把它放上去 然後他好像是需要兩個隨便的大理石嘛 那大理石我這邊一大堆啊 兩個隨便的大理石給他下去 然後還會需要什麼東西來這 喔一個海藍寶石那就簡單了可以的 這邊沒有出來是嗎 喔不對他的這個合成表是完全不一樣的 呵呵 在新灰合成台只要用金錠 然後再用一般的大理石 是沒錯的 可是在這裡的話呢 我們就算用這一根 然後 不是很確定是不是所有大理石都可以喔 所以我們就拿來這邊稍微 試試看能不能合成吧 好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 那就行了 就像這樣 新灰供遮器弄出來了 當然我們的進度之一也就達成了 可以很好 所以這個東西如果已經出來的話 我們好像應該也是要等到 晚上的時候 再出去 尋找吧 對不對 那我先把大 晚上也快到了 大理石就先放著一下吧 所以我們這個東西呢可能還是要就是隨時 哇塞 哇這個東西 從這邊走過來的呀 太可怕了吧 不是鬧著玩的吧 不要不要出去 不要出去 給我坐著 坐在我的床上 對 這家伙也太誇張了吧 那我們這邊放一扇門好了 既然都已經變成這樣 我們乾脆就放一扇門在這裡好了 天啊 居然 怎麼會有那種怪 就直接這樣子出來了呀 太誇張了 所以現在晚上的話 這樣子待著 好像還是蠻危險的一個 感覺喔 沒關係現在夜晚也快要到了 我們可以再稍微看一下 我們還有一些什麼東西可以做的喔 像前面的這些小東西啊其實都應該先把它做起來了對不對 那也許 也許我們先把一張紙先給他做出來之類的 紙要做的話 我們好像需要膠的樣子呀 對我們就要拿膠 然後還會需要一些就是 我們在矩木頭的時候就會掉下來的一些這個粉塵 那這個粉塵再加上這個膠對不對 我們在我們可以直接拿到那個鍋子那邊去給他攪拌一下 看一下我這邊可以吃點肉了 那我就吃個烤羊肉吧 剛好我好像 這個時候也會蠻需要打怪的 所以吃點 哇怎麼會出這些傢伙 搞什麼鬼 太誇張了吧 出這麼多隻是想怎樣 我可以攪拌嗎 可以 所以我左手抓了這個我還是可以攪拌這些東西的 現在跟我們以前很不一樣的一點是什麼呢 我們現在不能飛 不能飛的話找這個東西可能就會稍微麻煩一點 不過沒關係啦也只能這樣 那紙的話呢我們只要把這個攪拌出來的東西拿去應該是曬乾吧 好像曬乾的話那個一般的這個紙就會 就會就會出來 那你可以先下去一下 怎麼這些傢伙這麼喜歡到處亂跑 應該是這些東西吧直接曬乾就好了 6個給他下去走吧 我們就直接出發稍微去尋找一下吧 現在可能還是帶個地圖好一點吧 那我這個 作者作者作者怎麼一直跟著我的 就我們這個鐵錘先放著一下地圖可能抓著還是比較好一點的 對我不能飛的話我們還得面對一大堆的怪啊 喔沒那麼好找了真的是 那個新人聚集地 又不像我之前做的那個對不對 那就在那個我原本的地方就有了 他剛看著什麼好像是坐在地上的感覺 好吧所以路上我們要面對的呢還有一大堆的弓箭手什麼的 我們要面對的東西真的好多啊然後左手還必須一直抓著這個東西 不能抓盾牌啊 我的天啊怎麼這附近好像都沒有啊而且還有苦力怕他如果亂炸我附近的地形都沒了 可惡啊 實在沒辦法 為了要尋找這個 對我們來說很重要的地點對吧 欸我的火把還有那就行了 怎麼會有個殭屍村民在這裡的 怎麼會有這麼多殭屍村民在這裡的發生了什麼事情 找到了新人聚集地結果在這裡而已 又是在我做法的旁邊 還真會選地點有沒有這個做法的旁邊就是一個新人聚集地的太好了 所以我們可以把這邊標記出來一下當然我們也可以 呃我應該是要用水桶去稍微裝一個 裝個水的才對 因為我可能要稍微墊高一下 不過我想應該沒關係我們暫時呢應該先不用說 墊的那麼那麼高 因為一開始我們 沒有需要那麼大量的這個星光能量啊 所以只要呢 稍微墊起來一點點應該就可以了對吧 我們或者只要放在這個平地就好了 這邊先做一個路標在這裡很好 這邊這個地方看起來蠻濃郁的 看起來應該 是一個非常好的新人聚集地 沒想到這麼快就可以找到了 啊 打到自己人 想說怎麼讓他去打自己人 沒那麼簡單 糟了 糟了 哇不是吧 欸 欸你們要比射箭了是吧 要比射箭了是不是 喔我的天啊好強啊他們 喂 太恐怖了吧這個 這真的太恐怖了吧 怎麼會有四隻啊 哇四隻原來這麼恐怖啊 哇四隻集合在一起 而且應該說主要是沒有盾的狀況之下啦 可恨 射死他 其實我可以 其實我也一樣可以左手拿著盾啦然後 右手抓著這個東西不就好了 要打怪的時候再換成劍就可以了 沒關係啊就這樣子吧 這個鐵劍快壞了我們稍微合一下吧就這樣子OK 幸虧從他們身上也可以撿到一些還蠻有用的東西喔 好樣的這邊剛剛被苦力怕給炸開了該死的 所以這邊哇 晚上一到真的不是鬧著玩的這附近 喔對了我那邊還有一個村民在那邊嘛對不對 有一個村民是不是那個商店的 商店的那個被我給叫出來的那一個人 他不會有事吧我去看一下他好了 想要確認一下我剛好就在這邊了 晚上他到底會不會出師啊這一點很很很需要確認一下 我會這個迷中部啊 該死的迷中部就去死吧我剛好多達一些怪位可以收一些資源也不錯 天曉得會不會有需要火藥的一天所以就先把他們都幹掉吧 OK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個 這邊也是耶 哇 我在這邊弄就好了太好了 還不用跑到那邊去喔 哇塞怎麼又是四隻啊 他們現在都是 串通好的餒 太誇張了 你以為我是 你以為我是吃樹的嗎 這邊呢 躲在這邊幹什麼躲在這邊幹什麼 喔我的天啊那個蜘蛛這樣子看起來好噁心喔 喔我的天啊這個蜘蛛剛剛這樣子他怎麼會自己摔到的啊 你你慢點來沒關係你慢點來沒關係為什麼自己會摔到的也是蠻厲害的 我感覺他們的攻擊力是有變強還是怎樣嗎 好像我現在變得好像有點慘啦欸他沒事耶 他沒事耶 怪在他旁邊他都那個無動於衷的樣子喔 那我們這邊先看一下好了我應該是可以那個吧我看一下這個抓著手的話呢 對啊這個應該還可以看得到可是他 欸 我怎麼感覺好像沒有很密集啊大家看這邊 好像密度沒那麼高對不對這邊的能量可能沒有那麼強 是的這邊能量沒那麼強 那看來還是要用我原本做 應該不是也算是做法的那邊可能比較好一點 這邊能量太弱了一點 只能算是中等的吧 我們剛剛找到的才是比較強勁的 好的所以你這麼悠哉啊你也不會來幫我打一下怪嗎 喔他跑了他跑了他真的跑了 可是 可是好像不會去打他的樣子啊 好吧剛好一個晚上也快要過了喔 其實我也才繞了沒多久而已就在我家外面這邊稍微繞了一小圈 主要還是打怪比較費時一點 其實我家這邊的話呢是已經有稍微弄的比較亮一點啦剛剛是有一個夜市效果給我出來了 所以我們這邊的話就可以直接先睡了吧 我們還是使用那個吧剛剛第 第一次找到的那邊可能 那邊的能量會比較強一點喔 來我們把新灰合成台給他挖下來 新灰合成台謝謝我這邊怎麼 到處都還種著劍還是怎麼樣的 這邊還得填起來 之前被苦力怕炸了 看來我的那個防暴圖騰可能要弄多一點了 好大家看白天的話就看不到那些東西了耶 真的是這樣子喔 所以我們把這個呢先挖掉一下 不過我們大概知道反正只要 人呢在這裡面的話 通常應該雖然這邊應該也一樣吧 哎 哎 這麼弱的嗎 又放高一點嗎 難道還真的需要放高一點的嗎 對因為我們之前是放非常高非常的高 我稍微放高一點他會怎麼樣好了 如果真的有幫助的話 那就 好 好像有有幫助耶好像有幫助耶 那那我還真的得完全的墊上去就對了 既然如此的話呢我們就把旁邊這邊稍微挖一下 這邊應該是要弄個水對吧然後我們得一直不斷的墊上去 到 哎 歪等於100 哎不是不是200吧還是120吧應該是120左右我再看一下好了 對那這邊就是寫兩倍海拔高度嗎兩倍海拔高度其實基本上我應該是弄到128的話應該就可以了 就要回去再拿一下那個可以探測我那個高度的儀器過來 好泥土呢就直接帶了兩組然後探測高度呢就靠他沒錯 我現在其實就在歪等於69了嗎所以其實好像也不會說墊上去太多了 墊上去60多就可以了 墊上去了不起墊個70嘛對不對 應該說記者要墊60格上去就可以了所以我只要一組就夠了 很好我墊了60格上來了 所以我現在所在的歪為什麼還是 為什麼歪 為什麼歪還是68啊等一下這是不是有問題啊 怎麼我的歪還是68呢 他這邊有寫一個深度65米然後at y 等於68 這是一個 什麼樣的狀況是65加68等於我現在的高度嗎 應該是吧他原來標的不是歪坐標啊我還以為是歪坐標欸結果他有一個深度65公尺 歪等於68 他應該是從地面歪等於68算上來我這邊的深度是65嗎 等一下他這個到底是怎麼看的啊 我把旁邊稍微再墊起來一下好了他到底是 怎麼看的來著 喔有了有了有了 對我旁邊如果說像這樣墊起來的話就不用看下面的這個深度 那我他這邊就會直接顯示我的歪在133的地方是這樣子看的 好可以 我們這邊再多墊一些起來 然後 之後的話我們要考量到到時候應該是需要用個梯子吧直接 直接爬上來這樣子所以 我也會需要呢就是把一台一桶水的像這樣子倒下去吧這樣子的話我應該 跳下去的時候至少是安全的吧 我個人認為我應該不是說很常會需要上來這邊啊所以 暫時先像這樣子用著吧我們反正先把他放出來 好 很好 即便在新人聚集地這麼豐沛的地方然後 排除了所有的 所有的地面影響 我們得到了很沉浸的白天的星光能量也只不過就只有這樣子而已 所以我們的主線接下來就是要我們把 他先升級喔但是我們也知道說 他如果升級了的話呢他的旁邊就要搭的一個什麼祭壇起來 所以我們就是要在這個高度左右 開始把他搭起來 那下面看來已經充滿了水了可以了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他這邊如果說 對我還不知道說他的 他的合成表真的是看這裡的嗎 看來沒有錯也一樣所以他需要的是一些大理石柱對不對還有雕紋大理石 新人葉一桶然後還有一個水晶石這樣就可以了所以其實還算蠻簡單的 我只要把這個大理石柱給他弄出來就好 當然也是直接就用這個雕刻就行了 所以我們就回去稍微準備一下 這要看起來還是相當可怕的好嗎 而且我還要再多做一些梯子有沒有然後直接的就爬上去 那麼既然說到了這個梯子的部分我們會需要很多的木棒對吧 但是木棒呢其實 我們只要用這個東西就可以了 把這個葉子給鋸一鋸就可以有木棒了 木棒的數量可能會不夠對吧 我可能需要六十多個 六十多個梯子吧我覺得 所以我現在很需要葉子沒錯因為我需要很多的木棒來做很多的梯子 我的梯子是不是被放回去那邊了 我一個不小心把他丟進來 對 15個在這裡喔 結果天色又要黑了 奇怪這麼一搞我怎麼感覺我像是一個什麼家具師傅的感覺 我正在做的做一些木工有沒有其實我在蓋房子啊什麼的本身就是個建築師還要造水車造風車 超全能的耶 現在在弄這個 弄一堆梯子 感覺就是一個什麼家具師還是什麼的對吧 其實這感覺是蠻好的啦 啊這邊的話已經有六十三個了耶 反正有這麼多的我們就留下一些木棒下來 可以這一些我相信應該已經夠用了吧 等一下這個心灰共振器結果其實就已經完全沒有用處的感覺了耶 因為已經找到了 結果已經找到了之後呢他完全就感覺就已經 沒什麼用處了 他的用處就只有剛剛這樣子 這麼一點點喔看來我只需要做一些柱子就好了 因為這個我還有嘛雕紋大理石還有我只要做一些柱子就可以了 我先把他放上來一下吧柱子在這裡喔直接先弄出來OK走 然後還需要那個啦 走什麼走我們還需要一個新人葉的桶新人葉嘛對不對一桶 這邊先拿一些 對了 這裡面有沒有一桶 有這邊也有一桶耶 所以總共其實1234有四桶了 然後會需要一個水晶石這個大小這麼小 不過純度還算OK的 我們找那個純度最爛的吧對不對純度爛然後又那個又很小顆的那一種 結果八十八純度三十一就是你了 直接找他去這個合成就行了 其實我才突然間發現 我做了這個事情真的是有夠危險的啦 完全是在賣命演出啊為什麼 奇怪了我這個觀測一個星象嘛對不對何必把自己弄成這樣子呢 呵呵呵呵 剛剛好最後還剩兩個 所以我是剛好弄了64個上還是嗎好像是喔 之後我只要再跳下去的話應該就可以很安全了沒錯 現在我相信就這一點點的這個 應該是夠用吧這一點點能能量的話 然後我看一下還需要這一桶進來OK沒問題共鳴之杖在這裡 下去吧 他這個粒子好像變得比較大顆了是不是 他這個粒子現在變得好大顆喔 結果我就在大白天做這種事情好像有點怪怪的 這應該是晚上做的才對啊 不過其實我現在看 居住在這上面好像其實也蠻不錯的呀 我可以掌握有沒有這四周的狀況 那邊就是我的對風車在那邊的 好明顯喔我的風車 他這東西怎麼這麼久 這麼久還沒搞定 他沒問題嗎 應該沒問題吧 喔終於出來了 好久啊這一次怎麼我感覺他這次好像有變得特別特別的久的樣子喔 好所以說像現在我們的這個目標終於又達成了所以我們的主線在往後面推進的話呢 我們要先看到這裡喔 這邊他叫我們要進入這個木光森林啊 他居然要我們進入木光森林有沒有 但問題就來了 我我我我沒 以前的木光森林好像是要用鑽石嗎丟到那個水槽裡面去他現在用的好像就不是了 他是要用的這個新灰錠啊現在用的是新灰錠來把他丟進去喔但是 在那之前我們得先獲得這個新灰錠啊 所以新灰錠的部分我們現在應該要怎麼樣才能夠獲得呢 或者我們其實這邊可以用新灰祭壇來合成出新灰礦了 因為我們已經沒有那個嘛天然的那一個什麼 大水晶在那邊了 現在在地圖上不會生成那個東西了所以以前我們要用那個天然的大水晶嗎然後去 照射這個鐵礦那鐵礦就會自動轉化了嗎可是現在已經 不能夠這麼做了因為 我們好像現在也沒有這個鐵礦能挖了對吧我們現在 所以這個已經完全 好像在這個模組包裡面已經不能用了嗎 那我們就只能夠使用這個方式來把他給合成出來了 那他要合成的話呢我們會需要兩個星塵剛好我身上 還是說我 我家裡還是我身上不是剛好就是兩個嗎看一下 我記得好像是有兩個吧剛剛好對就剛好兩個所以我可以做出一個新灰錠 但是要先把其他的東西先做出來 那在那之前我們就會先需要有一些什麼暗夜粉啊灰光粉啊然後 除此之外我們還要去挖青金石但是青金石其實很簡單好像在我的腳底板這邊就有了 這邊好像就是青金石了吧在旁邊這邊就是了 這個沒錯這邊就是青金石了所以我還得去挖青金石 然後我還得要去弄很多的 奇怪怪的東西出來 然後其他的還有這個灰光粉的話是要海藍寶石嗎然後跟火藥喔這個時候就需要火藥了對吧 所以有打一些苦力怕還是對的然後再來需要 一些沙喔 一些沙其實用沙來這個把他直接合成出來就行了 玻璃碎片的話勒也是就用一些沙直接拿去燒就行了 等一下這邊好像出了一個問題了 呃我們接下來如果要讓上面那個東西我們上面那一個合成台能夠運作的話呢 我們要先把這個東西給架出來 可是把他架出來我們會需要熏黑的大理石 其實在把他變之前應該是先把他給架起來然後再把他給變了的 現在如果要獲得熏黑的大理石的話呢我們一定我們好像只有這一個手段了 就是一定要在心灰合成台 然後把煤炭放中間大理石放旁邊才可以得到熏黑大理石 一般的合成方法是合成不出熏黑大理石的什麼 所以我現在上面那個合成台已經不能運作了我得再做這一個心灰合成台再做一個出來 然後我們就把一些那個紙呢先拿起來一下喔那現在我們就已經OK了 又達成了一個進度當然我拿這個紙要幹什麼 我來看一下好了 因為有炸藥 喔在心灰合成台這邊使用的話呢就可以比較簡單一點的獲得這個羊皮紙啊之前的話是比較麻煩一點的對吧 不錯不錯 這 這一條魚很有上進心喔大家看 哈哈哈 哇弄這個東西出來的吧我是一開始我弄這個東西出來就感覺好像是還蠻酷的而且說實在的 這一個如果要運作的話呢其實只要有這一個水過來就可以讓他運作了 下面這一條其實是可以不需要的我們只要從上面的水 旁邊這邊沾到一點邊就可以讓他動了只是 這個就動不了了可是 沒想到還有 這種激勵人心的效果 當我沒說他跳下去了 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們今天這一集save take 那上面那個地方呢感覺應該就像是我可以算是我的一個天文台了吧其實我還蠻想要在上面呢 就蓋一個什麼也許 也可以弄一個小房子在那上面吧也可以就在那一個高處的地方開始生活什麼的 不過如果這樣子的話要來來回回可能就會稍微麻煩一點點嗎 好像也還好不過要搭地基大概是個比較大的麻煩吧 好感謝大家收看喔如果你們喜歡今天這一集的話呢不要忘記幫我點下一個喜歡喔我們下一回再見了大家掰掰